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简佳红 今年19岁 我即将参加12月24号的 AMA Championship Grand Final 本身参加运动式的跆拳道 在差不多两三年级的时候 因为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太坏了 你送我去练跆拳道 你现在还有做跆拳吗 还没有 以前是最高到蓝胎 一开始是因为MCO的关系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 上课也玩电话 休息了也玩电话 然后父母就想我去运动 然后我就一开始是运动罢了 然后过后就参加比赛了 我三场比赛经验 一场是拳击 两场是踢拳 你觉得谁是最厉害的 肯定是Timote 我觉得我们是 其他三个对手Timote是比较难打 因为我上次有跟他打过 然后也输给他 就可以了 因为他蛮强的 你认为你会参加冠军吗? 我觉得还行吧 不过我既然答应要参加这个比赛 我就会尽我的权利 我不敢保证我会拿腰带 不过我敢保证我的比赛一定很精彩 如果拿腰带也是一样 就是会继续提升自己 腰带只是一个头衔 重要的是你个人的实力 是不是有达到这样的水准 是不是这样强 因为我父母希望我去中国 继续深造读大学 然后我也选择我自己想要读的科系 就是读体育教育 然后自己这样这边打完呢 也会继续在那边继续提升自己的技术 这样在中国看可以不可以 因为中国对手很多 看可以不可以打到一定程度 这样是不是可以去转职业 嗨大家好 我叫简佳红 今年19岁 我即将参加10月24号的 MAA Championship Grand Final 到时候请支持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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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